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是 二位數除以二位數 我們來看題目 有40顆蘋果 每18顆放進一個袋子裡 請問可以放滿幾個袋子 又剩下幾顆蘋果呢 我們來畫圖做做看 現在有40顆蘋果 每18顆要放進一個袋子裡 那這裡是40顆蘋果 那我們用框框來代表袋子 我們來將蘋果每18顆放進一個袋子裡 裝滿一個袋子之後 我們發現剩下的蘋果還可以再裝第2個袋子 我們就再裝裝看 那裝滿兩個袋子之後 我們發現只剩下4顆蘋果 沒辦法再裝滿第3個袋子了 因此我們得到結果了 40顆蘋果每18顆放進一個袋子裡 可以裝滿兩個袋子 還會剩下4顆蘋果 我們來將剛才的結果 用指示出發表示 40顆蘋果每18顆裝一袋 其實就是計算40除以18 那因為我們剛剛先裝了一袋 我們來試試看 桑先取1 18乘1 等於18 40-18 等於22 那這裡每個數字代表的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40代表的是總共有40顆蘋果 18代表的是 每18顆蘋果要放進一個袋子裡 那1 代表的是 我們現在裝滿一個袋子 下面的18代表的是一個袋子 總共可以裝18顆蘋果 22代表的是 剩下22顆蘋果 那這裡因為蘋果剩下22顆 所以還可以再多裝一袋 也就是我們的商可以再取大一點的數字 接著我們試試看 裝滿兩個袋子 也就是商取2 18乘2等於36 那40-36等於4 那我們一樣看看 這裡每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40代表的是總共有40顆蘋果 18代表的是每18顆放進一個袋子 那商的2代表的是 裝滿兩個袋子 那36代表的是 裝滿兩個袋子 總共是36顆蘋果 那餘數的4 代表的是 剩下4顆蘋果 接著我們再試試看 裝三個袋子的情況又是怎麼樣呢 商取3 那18乘以3等於54 那這裡我們就發現了 要裝滿三袋的話 需要54顆蘋果 但是我們只有40顆蘋果 沒有到54顆 因此沒有辦法裝滿三袋 因此我們知道了 這個直式計算 商要取2 如果商取1的話 會剩下22顆蘋果 可以再裝滿一袋 那如果取3的話 需要54顆蘋果 才能裝滿三袋會不夠 因此我們的商要取2 裝滿兩個袋子 剩下4顆蘋果 我們來整理一下 剛才的2位數除以2位數 是如何計算的 那我們在做2位數除以2位數的 指示計算的時候 可以先顧顧看商 然後放到算式裡面來做計算 如果余數大於或等於除數 則要再找更大的商 若商乘以除數 大於被除數 就要找更小的商 我們來看一個例題 65除以20 如果我們的商取2 20乘以2等於40 65-40等於25 這個時候 余數 25 比除數 20要大 所以我們的商要找更大的 再來我們試試看 商如果取4的話 20乘以4等於 80 80因為比65大 沒有辦法減 所以我們要找小一點的商 最後我們試試看 商取3的話 20乘以3等於60 65-60等於5 5比24小 那我們就知道了 商取3是剛剛好的 接著讓我們再看一個例題 現在有54顆彈珠 每12顆要放進一個袋子裡 請問可以放買幾個袋子呢 剩下幾個彈珠呢 那這一題要計算的其實是 54除以12 那讓我們列出 只是算4 這裡的商 我們先猜猜看 如果是3的話 算起來會怎麼樣呢 12乘以3等於36 那54 減36 會等於18 因為18比12大 那我們要再找找看 更大的商 接著我們試試看 商取4 那12乘以4 會等於48 54 減48 等於6 6比12小 那我們就知道了 商取4 是剛剛好的 也就是 可以放滿4個袋子 剩下6顆彈珠 我們可以寫上答案了 答 可放滿4個袋子 剩下6顆彈珠 在那邊 2個袋子